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第20条演技评分 赵丽莹9.5分没干过第一 玛丽评分意外 要问春节当哪一部电影后劲最大 我想飞第20条莫属 没想到张艺谋能够在喜剧领域 缅压沈腾和贾玲一头 新电影中的笑点过于密集 尤其是玛丽和雷佳音 这个组合碰撞出了奇妙的火花 也让人看到了笑料背后剧情 对于法治和情理的思考与剖析 与此同时 电影阵容太震撼 熟悉的演员们接连登场 自然要在演技上分出高低 眼下关于电影第20条的演技 评分新鲜出炉 来看看究竟谁能够凭借实力脱颖而出 高夜 演技评分 9.2分 看着高夜从小透明变成了备受认可的实力派 相信不少观众都跟我一样替他感到高兴吧 新片中他饰演的吕玲玲 没有了大嫂的霸气和冷艳 从造型到气场都变成了检察官 该有的样子 这不禁让人眼前一亮 而且这个角色很有亮点 执拗 冷硬 正直 心里始终有一口气 法不能为步伐让步 当我看到吕玲玲隐含热泪地说出这句台词时 就知道高夜又演活了一个角色 但想必大家都明白 9.2分的成绩不是高夜的极限 期待他以后能带来更精彩的演绎 刘耀文 演技评分 9.2分 可能有人要质疑 刘耀文这个小鲜肉 凭啥能跟高夜评分一样 只能说 期待越低 惊喜越大 电影中韩宇晨这个角色 简直就是为刘耀文量身打造的 心地善良 孝顺懂事 少年感十足 没有任何能够让观众讨厌的地方 其实塑造这样的角色并不困难 更何况刘耀文的颜值摆在这里 再加上一些粉丝滤镜 评分自然而然就升上来了 否则以他的表演功底 成绩垫底都不意外 年轻小生想要在电影圈站稳脚跟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啊 张艺 演技评分 9.2分 没想到影帝张艺也沦落到 跟小鲜肉一个水平线上了 电影中他饰演的张主任 人设还是挺有特点的 有原则但不通情理 气坏了不少观众 但张艺的表演实在谈不上突破 甚至平平无奇 就比如在饭店里的那场争吵戏 他的表演就很端着 不像是一个为了孩子前途而暴躁的老父亲 更没有玛丽和雷佳音演的自然 看来张艺也不是每次都能成功获得观众的青睐 9.2分的成绩对于影帝来说 有点脸疼啊 雷佳音 演技评分 9.3分 雷佳音能够被张艺谋选中成为男主角 自然不简单 电影中他饰演的韩明是个很有人性色彩的检察官 一方面他害怕处理案件后影响自己升职 为人处事圆滑事故 有点小聪明 另一方面他又有一颗初心 最后选择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 弱势群体发声 带给观众很多感动 但凡换个人来演 恐怕都演不出雷佳音的感觉 他就像是活在镜头里的普通中年男人 腰疼 体虚 每天吃力不讨好 不过 当一个人坚持自我的时候 身上的闪光点就出来了 韩明最后的演讲片段 让人想起了满江红悲失的那场戏 科班出身的雷佳音 无论是演技水平 还是台词功底都是观众有目共睹的 不知不觉间就让人眼眶发酸 感染力十足 9.3分的评分 对于他的表现来说 有点低了 在我看来 雷佳音的成绩还可以更高一些 赵丽颖 演技评分 9.5分 身为流量演员 赵丽颖能够在众星云集的 第20条中拿下9.5分的演技评分 太惊艳了 他饰演的好秀平是个聋哑人 全程没有一句台词 只能用手语表达 为此赵丽颖专门去学习手语 难度可想而知 而且在大一幕上 他能够保持农村女性的形象 瘦弱 狼狈 惊慌 每一幕都让人忍不住心疼 印象最深的就是好秀平 被侵犯后的样子 满脸都写着绝望和痛苦 用力比划着不想活了的手语 表演可谓是直击观众类点 果然 现在的赵丽颖已经实现了演技突破 走上了与85花截然相反的路线 不过 你以为9.5分就能拿下第一名了吗? 不 还有演技更狠的 杨浩宇 演技平分 10分 电影里有一个最悲剧的角色 那就是杨浩宇饰演的张贵生 因为建议勇为 打伤流氓 坐了三年牢 以他这个年纪出狱后 找工作应该遭遇了很多冷眼 家里的孩子和老婆也跟着自己受苦 任谁也过不去心理那道砍 弯着腰 拖着杯 不敢直视高高在上的检察官 但张贵生却还是会小声说一句 我就想要一个公道 只可惜 在他匆匆骑车上访的路上遭遇车祸 到此也没等来想要的清白 明明出场戏份不多 但杨浩宇对于这样的小人物的演绎 已经是游刃有余 短短几个镜头 完成了人物悲惨的一生 也好像是一把利剑 让麻木的韩明和荧幕 前的观众都清醒过来 内心久久不能平静 可以说 这一十分的演技平分 杨浩宇实至名归 潘宾龙 演技平分 一十分 大潘这次演得很出彩 也很戳心 他饰演的王永强 被恶霸像狗一样拴在门口 眼睁睁看着妻子被欺负 却无能为力 恨得轻金抱起 将角色内心的悲痛演绎的淋漓尽致 但更绝望的还在后面 因为他知道自己可能是死路一条 在监狱里只担心妻子和孩子受苦 眼泪止不住的落下 这一刻底层小人物的悲苦被具象化 看得人心里不是滋味 尽管潘宾龙的戏份很少 但这个角色是整部电影不可缺少的存在 一十分的成绩 让人心服口服 范伟 演技平分 九点六分 看到这个成绩的时候 我愣一下 仔细想想又觉得没有问题 老戏古范伟近两年塑造的角色环都 挺让人心疼的 冷不丁变成了村里的地头蛇 一时间让观众没办法入戏 而且他明显瘦了一大圈 看着身形单薄 说话也有理有据 实在不像是胡搅蛮缠的恶霸 所以这次范伟的演技平分 并没有像漫长的季节那样 一战风神 太可惜了 玛丽 演技平分 八点八分 对 你没看错 玛丽居然垫底了 喜剧演员在电影圈向来不被重视 这不是什么冷知识 但不得不说 玛丽这次确实是被大家低估了 她饰演的李茂娟是整部电影里的笑点担当 很多戏份都是临场发挥 跟雷佳音一起将中年夫妻之间的互动演得相当真实 而且在儿子商人被立案 前途迷茫 还被混混凹打后 她跟张义这段对手戏也很好品 李茂娟的眼中含着泪水 字字肺腑 将人物的正直 母爱都演到了观众心坎上 不过 作为搞笑担当 玛丽的戏份自然是没有赵丽颖 雷佳音等人那么揪心 没有给观众太大的感触 以至于演技平分并不理想 但希望观众能够看到玛丽的真正实力 让这位演技派得到应有的成绩 结语 虽然演技平分有高有低 但不能否认的是第20条的整体演技质感是整个春节档最强的 电影里的主演 配角 一个比一个能演 而且角色不会脸谱化 只是在表现上有人发挥超长 也有人没有发挥本身的实力 不过 好演员总能被观众看到 就像是高业 潘斌龙 杨浩宇等这些配角专业户 用一个个角色证明他们的演技 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眼下电影还在热映 很多细节都值得观众去二刷 相信每次观看都会有不同的体验 也能发现演员们更多精彩的演技处理 那么你觉得这部电影里 哪一位演员演得最精彩